吃碗麵 哥哥哥給麵 早晨 早晨 大家好 吃碗麵 今天又是我們全藍班上場 全藍班 Dinley要準備明天一個公展會 大家記得來放假場 開心和買東西 買東西的同時都懂得怎樣用 因為有時買了很多 買了在家 得價 成節 怎麼辦呢 今天找趙博士出來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每個人家裏都有一個雪櫃 現在在聽節目的朋友也好 一直聽著趙博士提供給我們的 一個開雪櫃看你吃東西習慣的方法 再你自己又開著雪櫃看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出現 趙博士早晨 早晨 這個叫做開雪櫃反應什麼 我們應該怎樣去設定 這個叫做開雪櫃 20年前在香港每個人都在雜誌上 都試過寄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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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些極端的案件 放出來 說一下 現在20年後 說數據的東西 你想想 其實 跟Cindy說得最對 她原來吃很多過期的東西 過期都只要吃下去 對 她說沒有東西 你知不知道 大多數機會都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什麼叫做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有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 一個心情有沒有影響 沒有 沒有東西 都是可以沒有東西 會不會有些細胞 接觸了下去 它拿不到營養 沒有東西 沒有影響我打麻雀 沒有東西 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會不會 本來你買六合彩 本來明明是選五 誰知道你 那天選了四 有沒有東西 沒有贏 沒有贏 又沒有東西 贏了就有東西 所以有沒有東西 對 究竟是什麼叫做有東西 對 什麼叫做有東西 和沒有東西 第一都要定 但是如果我們說 會不會說 出了事 搞到入醫院那些有東西 我可以說 不如說一下 有什麼 如果過了期 真的有很大機會 有東西 譬如芝士 芝士過了期 芝士本身 牛奶 芝士本身都吐出來 牛奶 真的酸了 喝下去 真的應該是不好吧 這個很肯定 第二就是雞蛋 哇 雞蛋 就是臭了 過了期 平日買回來 可以等三個禮拜 有些人可以等五個禮拜 唉 理得他 等十個禮拜 都照煮給你吃 可以這樣的 是不是 不是說 因為雞蛋 雞蛋 你不肯 開了去 你以為是沒事的 即是幾個殼 是呈現不到一個 究竟過期 還是不過期 分析和分析 等一年又會怎樣呢 你想想 如果五個禮拜都可以 不如十個禮拜 十個禮拜 十二個禮拜 變得很難畫到 清條線 是怎樣 什麼等了過期 沒有問題呢 就是 譬如 那些鹽 你用鹽 等一段 久一點的 又沒有問題 這個不會影響你 一些鹽都等了那麼久 一些山鹽 一些可鹽 那些又沒有問題 但是雞蛋 就真的有機會 會搞到有 這些叫做 三門氏菌 或者有些東西 進入了身體 這些就是 芝士 牛奶 雞蛋 還有排第三 就是在玻璃罐 裡面 開了罐頭 然後就不放在碟上 然後照放在冰箱 就這樣 照樣當作 之前說的 不要拿它來煮食 另外就是 不要拿它來 坐夜 然後拿保鮮紙 因為那些東西會開了 它真空了一件事 但是它如果不是真空 它那個 它那個鞭 那個罐 不是拿來這樣用的 還有些什麼 說一些罐 應不應該這樣用 超越了它 不要說過期 只是說拿一碗湯來喝 那碗熱湯 中國人的熱湯 不是說那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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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 有層油在上面 雞油 什麼油 滾水熱辣 扔進去 膠盤 而你看著那個膠盤 膠盤 那個鞭 那個鞭 那個鞭盒 那些 你看著它變了型 看著它變成型 然後你看著它 它說 沒事的 怎麼會沒事 變成型 變成型的時候 就跑了出來 這個不是說過不過期 是超越了它的範圍 來用的東西 雖然沒有過期 這個問題 所以過期和過期 有沒有超越範圍 比如它會不會運輸的過程 放在一些環境裡面 不是很適合 或者一個瓶撞了 它歪了之後 腫了之後 腫了上來 說不要緊 因為我現在都不能拿回去 換錢 照吃了它 不要自己吃 弄給別人吃 那些 蘇炸鯪魚 那些什麼 弄給別人吃就可以了 拿去教會 這樣就慘了 那變成 為什麼有時候出事 有一次試過 有人就拿了一些香腸 不是過期 但是因為在超市裡 拿出來 然後來買 超市有減價 為什麼減價 因為他們發生的事情 原來停了雪櫃 然後就拿出來 但是這一包 隨時是人家拿完之後 不知道等到哪裡 還是不買了 然後員工就看到 這一包東西 當然要幫超市 不要虧錢 因為他們既然要省著 他們就想要領工 領工 然後就放進雪櫃裡 然後這一包東西 就買回去 其實一來一回也好 其實太太貼士系列裡面 其中一件事 都提醒大家 就是當如果你察覺 那間超級市場 所以有時停電 他們是沒有預警之下 告訴你停電 停電後 那些太太的貼士說 那兩天不要去買東西 因為那些雪櫃 試過停電 一停電後 又開回溫度 轉了 這個是對的 這貼士 當然是對的 這些就是太太博士 這些就是 有些人說是太太博士 這就是太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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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見過這些事情 我們先聽一聽說 好 轉個頭回來 說一說 我們雪櫃裡面有些什麼要留意一下 好 我們應該怎樣去熱愛生活 擁有愉快的心情 豐富的社交 充實的生活 變節的服務 沒錯 他們都是更重要的 擁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能夠和家人共度美好時光 中心健保用心服務數十載 為會員們補價護行 以你的健康為中心 中心健保 18882151502 18882151502 中心健保聯邦和南克計劃 是與聯邦醫療保險的 簽名的聯邦健保 中心健保聯邦和南克計劃 中心健保 中心健保 先拉回去靜一點 說起一些東西 超越了範疇 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根本 不是每樣東西都一樣 不可以一種方法定體 剛才說雞蛋、牛奶、芝士 這些通通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力 不可以一種方法定 他們開始了 花生也是一個問題 花生本身 有些黃曲梅素 如果那樣東西有黃曲梅素 再加上濕了 但沒有過期 你看到它樣子有些不對 亦都不能吃下去 因為黃曲梅素 所以有黃曲梅素 或者在地上拿出來的東西 比如那些紅蘿蔔 那些薯仔 全部都在地上 但有些東西在地上 拿出來是特別敏感 薯仔 薯仔絕對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如果它有些東西看上去不對 所以有些人就說 不用選擇來買 絕對要選擇來買 你不看過先吃下去 那就有問題了 普通煮 即是水煮 有一件事 但如果你燒烤 又有些東西叫做 AGE compound 什麼來的呢 就叫做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AGE 那它會怎樣呢 就是當蛋白質 再加上脂肪 和糖分 在血裏面 會做了一些好不好的東西 令人腦子變得快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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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期這件事 而且這裏過程有點短 三十八分鐘左右要停 明白明白 剛才何鏗跟我說過的 是 三十八分鐘也停 好 沒問題 現在我想說說蜂蜜 關於蜂蜜這件事 蜂蜜 因為聽說蜂蜜 真正的蜂蜜是不會過期的 我聽過 嗯 是啊 所以想一會講講這個 好啊 好啊 沒問題 好 我們差不多開始了 好啊 那 高門食滿麵 高高高地面 好 早安 回來周會吃滿麵 朱巴士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講了很多關於過期的東西 我聽說過 有些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就好像 愛情 不要浪費時間 鹽 沒問題 聽說真正的蜂蜜都不會過期 聽說 是不是朱巴士 是的 這些很重要去知道這件事 就是蜂蜜 就是蜂蜜 是一些 就是好像 當它有這麼多菌 在裡面 真正的蜂蜜就會有 菌在裡面 而這隻蜂蜜 是令到它不會過期的 但是呢 你知不知道 有些什麼人吃得這些東西呢 就是小朋友 小過12個月 那我自己做爸爸 就為了安全一點 我就不想 是否剛剛他生日 就吃得蜂蜜 蜂蜜還要是肉 所以就要抓到他 至少我的小朋友 三歲以上 才接觸蜂蜂蜜 然後 老人家 為什麼會說 小朋友危險 老人家 不只是他幾多歲 是看人的 很看人的 你看到他的身體 例如有些藥 有幾樣事情不要做 你不要買一盆花給他 讓他有泥在裡面 那就是叫他有問題 因為那些泥土 很多時候 傻傻有菌在裡面 有些病 有些東西 好像現在在加州 你記不記得 現在發生什麼事 現在呢 本來加州是新冠肺炎病毒的 現在大學 就不知道那個猴鬥的問題 兩個混合了 怎麼搞 因為小朋友 很多時候 讀大學的人 他洗手 很多東西 處理方法 不是那麼好 周圍 他們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加州的案件 為什麼現在嚴重了 因為大家當不是問題 所以蜜糖 我敢回答你 蜜糖 如果真的吃的 raw honey 的時候 它當然是有一個 有一個承受力 但是你就承受得到 它的菌 在裡面 令它可以抵抵這麼久 如果你有些不舒服 譬如一般人 不要說老或者年輕 如果它平時過敏 發作的時候 千萬不要吃蜜糖 你記不記得 有一集我跟你說過 就說 如果你那一集 黑痴黑痴 有過敏 對陳 對魚蝦蟹 對其他人 你去吃蜜糖 那一集 你隨時對著那些花 因為那些蜂蜜 是到處採花的 採花回來 你連那些也敏感了 因為窗口位已經抹開了 所以有些事情 不只是看不看過期日子 是看是否適合 時候吃它 還有什麼時候吃了它 就會有問題 如果你不知道 你會發覺 沒有什麼 沒有發生 沒有死 你用死和不死來做定位 還有有沒有多了敏感 這個是兩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要知識 先跟你們說聲 下個星期 因為Warting也要我們搶船 我已經說了 不搶船 所以應該可以跟你做到訪問 但下個星期 21日 就是我畢業 所以 我絕對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第一日 準備一下 今天也感謝我提供 雪櫃裏面 有幾樣東西 大家要特別留意 茄子 牛奶 雞蛋 勾過的東西 如果腐乳 那些東西 你還要等它過期 很多時候 那些就會跟你做一些特別的世界 你說沒有東西 吃了又不見過死 誰知道 找到有Cancer 有些怪物 還有 放些腐乳 再拿去燒烤 燒烤 燒烤 就會有蜜糖 燒烤那一刻 就會製造AGE AGE 現在阿俊 就拿住了臉 不如我們留下這個AGE 下個星期說一說 要先記住 我又要記住 你又要記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好 下個星期再談 拜拜 所以這些東西是講不完的 講一下講一下 就變成了這些 這些 topic 就是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無緣無故把他拿去燒烤 你知道 燒烤食很流行塗蜜糖上 就是這樣 就會搞到出了些問題 我就當講到這裡先 然後就 因為現在講起喉豆 又是因為香港現在經常問 有第一個case有喉豆 那究竟有沒有問題 喉豆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當沒問題 但是三件大事 一就是毀容 第二 就是痛到你進去醫院 已經夠厲害了 第三 就可以令到某些人 將來有心臟病的問題 那你說有沒有問題 這些是講將來 所以 你看你自己的threshold 你自己的承受力 去到什麼叫做問題 都要解決了 然後就是燒烤食 任何燒烤食 都是調到很高溫的那一刻 在那裡 那你再塗些什麼 如果那樣東西過期 和不過期的東西 塗下去 你知道執障很多時候都是 哎呀雪櫃還有的 放下去的 看你怎麼用 水煮和燒烤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打算燒烤 千萬千萬不要用過期的東西 打算翻炸 又是不要用過期的東西 還要是 離開過期日子夠遠一遠 因為炸 和煎 和燒烤 這些是高溫的東西 很多機會 多了問題 就這樣講 先講到這麼多 拜拜